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林更新向赵丽颖喊话 我可以演幸福到万家的关涛吗? 众所周知幸福到万家赵丽颖、刘威、罗靖、张可颖 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整个世界都是那么的热闹 何幸福在首播前两期就嫁给了万家庄 结果在婚礼上 她的姐姐因为闹婚而蒙羞 在这种情况下 何幸福打伤了万善堂的儿子万传家 这是一种真实的感觉 也是一种强烈的矛盾 这部戏的反响很好 赵丽颖的演技也是功不可没的 从前面两期的表现来看 她没有让观众失望 她的装扮很朴素 也很有感染力 一脚踹开房门 隔着巴掌都能感觉到她的愤怒 一上来就不和她废话 一看到欺负自己妹妹的家伙 就是一顿胖揍 她一改往日的风格 泼辣 干净利落 瞬间就变成了一个美丽的乡村女孩 林更新最近参加了一次活动 接受了一次专访 她说幸福到万家的故事很有深度 故事情节也很有趣 人物也很丰富 赵丽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她对这个角色的把握非常好 可以说 赵丽颖并没有像其他演员那样 总是走一条路 不断地挑战自己 不断地挑战自己 让大家对她刮目相看 林更新开玩笑道 我之前给赵丽颖打了个电话 说我能不能出演幸福到万家的关涛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林更新则是 赵丽颖老师 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罗进要是知道了 肯定不会像开心那样 一脚把门踹开 但是一定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哈哈哈哈 她是否能超过拱力 我可不会吹牛 不过秋菊打官司这个角色 她是当之无愧的 赵丽颖的演技一向是毋庸置疑的 她的幸福到万家 绝对不会让人失望 你觉得赵丽颖老师的演技怎么样 我可以绝对这种人的演技 三盏 《音乐》 以后的演技 你不愧的 并有 诶 也 威